是否這個意思 所謂全面封關 是否這個意思 要關掉這些口罩 但聽聽就不是的 我都知道 我都會進入去討論這個議題 聽聽聽 原來提出全面封關的人 是說要全面阻止內地的旅客來香港 這個就變成不准某些人進入香港 這個恐怕也是跟世界衛生組織 昨天的聲明裏面一個重要的一項 是有所衝突的 世界衛生組織的聲明就說 根據國際衛生條例第三條中的原則 就是請各國不要採取可能助長歧視的行動 所以這個我們也要非常小心考慮 但是我們的策略其實就是透過很嚴格的管控 我們的口岸的管制區 從而減少兩地人員的往環 我剛才整天都透過一系列的數字 跟大家交代了 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 這個數字會持續下降的 因為畢竟都是昨天我們才採取了 一共是關閉了六個口岸管制區 仍然大幅削減了這些航班 以至到陸路的運輸 海上的導輪的服務 這個容言我認為是今天我們是比較適當採取 也都是符合世界衛生組織 對於各個國家的要求 當然香港是一個特別的行政區 但是我們一向對於世界衛生組織 對於國家成員國裡面提出的建議 都是非常的重視 也都會審慎來落實的 但是在管控關口方面的力度 因為剛才我也主動說了 我們是密切的監察 也都看著疫情的情況 也都會跟內地一個聯繫 探討在這一方面 我們還有沒有可以加大力度 來管控這些關口 這個工作是會繼續這樣去進行 我在這裡特別想講 對於提出全面封關 來自醫院管理局的醫護的同工 我感受得到他們是擔心的工作量 擔心的感染 也都是希望做好他們自己 作為醫護人員的天職 但是大家也是看到我們提供的數字 無論在感染或者是情報的個案 有很大部分都是香港的居民來的 所以在這方面的工作 我覺得他們應該做 就是我們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去保護我們的醫護人員 包括是減省一些在醫院管理局 平時要提供的服務 高醫生也跟大家交代過 如果稍後大家有興趣 高醫生可以再講 另外也是為他們提供足夠的防禦物資 為了提供足夠他下班之後 他需要的特殊安排 剛才陳少始局長也都說了 就著這個林鄭的記者會 大家不要忘記了 這個記者會是由昨天張建宗 開始預告 日開夜開這個督道委員會 開完之後出來煞有介事 還要連這個醫務衛生署 平時開開的記者會 都要融合在一起 那就開了個四點半的記者會 接著聽完整個記者會 他突然間呆一呆 究竟有什麼新措施呢 關不封 還要告訴你 封關是奇事 好奇啊 是的 我一會兒就會講講一些數字 還有新加坡是怎樣處理 包括WHO 世維它本身的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裡面在講些什麼的 然後還有 原來我們現在有1300人 1300個香港人 在武漢或及湖北省裡面 已經被捨棄了 沒有想著帶他們回來的 沒有東西可以安排到 讓他們回來香港的 總之就說 你乖乖地慢慢等一下 那等什麼呢 不知道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 講得最實際的就是 那些什麼放假那些 口罩仍然說你就找 其他有什麼資料呢 就一會兒 或者大家有什麼看法 可以等其他的議員講 當然譚文濤還會跟大家講一講 關於這個封關 究竟是否其事都被人封了 例如好像意大利 現在簡直是 連香港都不可以入境 香港人都不可以入境 那我首先講一講 林鄭又嘗試混淆視聽 第一個混淆視聽就是 我不知道她發生什麼事 拿過14天之前的數字 拿來就和昨天 開始一系列的措施 出反來的數字 就用來做比較的 那一系列措施 包括了兩樣東西 一是將一些航班 飛機的航班減半 第二 就有六個關口關了 但是正如我剛才 在她記者會之前 我們民主派記者會那裡 我已經講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 1月30號的數字的話 其實內地訪客入境 在機場 是還要比1月29號 還要多的 今天初七 昨天初六 初六的數字 是要比初五更多的 多多少呢 多差不多八千 八百多人 就是差不多一千人 當然其他都陸陸續續 有一些是下跌 但是很明顯 你封了關 是不是就封了那六個 是不是就能夠處理到呢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明顯的 居然還可以有機場 你說減了航班 這個是比較明顯的數字 當你說減航班一半 是可能是很大程度 可以反映到難入了 但是為什麼航班減了一半 居然在機場 這個內地人入境的數字 會反而比年初五更多呢 這個是解釋不到的 也都更加是可能代表了 它所謂的一系列措施 特別就住關口或者航班 根本就沒有效 好 我的手頭上 不好意思都是影印版 這個就是剛剛林鄭提及過的 這個叫國際衛生規例 2005 它中間update過兩次的 這個就是世衛 所以這個是3rd edition 第三個版本 叫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而我另外這個手上拿著 就是他剛剛今天引用的 就是當昨天 或者今天凌晨 就這個世衛的總幹事 所出的一個聲明 裏面當然 他就在這裏講究竟封關 是不是代表 我們所叫做歧視呢 在這個條例上面 我一定要講清楚 因為他真的是斷章取義 混淆視聽 語言藝術 他這三項最厲害的了 當然在principal那裏 有很多相關的一些資料 例如大家 比如說要盡量去保障全球人 避免了 就是盡量避免病的傳播 跟著其實有一個位 我覺得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一個叫General Provisions 就是一般的條文 就講到去實施一些健康的措施 那裏有一句 第四十二條就講到 Health measures taken pursuance to these regulations shall be initiated and completed without delay and applied in a transparent and non-discriminatory manner 那究竟封關是不是呢 我們再看昨天的聲明 它下面有講到 是有幾個 他們的committee 有幾個的key areas 其中一個它是講到 林鄭講決不講決 它就說世衛是不建議 去限制這個貿易和這個流動的 但是它講到明的 是不要採取一些不需要的阻止 它說是unnecessary interfere with 就是interference 講到明的是unnecessary 而第二點更加講到 是要有事實的基礎 就是說它如果做一些措施 或者做一些決定 是要有事實的基礎 和問合的 一致的 但是大家就見得到了 其實它就說很多專家 很多專家 記者又問 專家小組怎樣跟它說 有沒有建議它封關 它就避了沒有答 但是就說 又說好那些專家 究竟哪些專家 他把嘴巴的專家 是否專家小組那些專家 其實說真的去到這個位置 現在好像那幫專家小組 幫它在背著背著書 如果專家小組 我們看到的至少都有不止一位 曾經在公開講過 是應該進行封關 是應該用一個叫做 就是那個要圍著它 叫圍剿式這樣去處理那個疫情 也都不要被它擴散的 圍堵應該是 sorry 不好意思 他是用圍堵這兩個字的 那位專家 但是為什麼到今天 你居然覺得封關是discriminatory 覺得是有歧視性 而還有因為世衛的同一個決定 新加坡就在今天 已經不讓中國人入口了 就是入境了 那別人的interpretation 別人的新聞稿就寫得清二楚 一段段分析的 就說現在看到很大機會 在社區裡可能有傳播 在中國境內裡面等等 所以到最後他們就認為 是需要阻止 是不再讓中國人再入境的了 那講得很清楚 有了事實 根據有了科學基礎的 那就是說現在究竟林鄭 是真的根據一些事實基礎 根據科學基礎 去做剛才剛才什麼都沒有的決定 還是因為其他的事情 她硬硬就在那裡說 這些是世衛的原則 但是這個原則就講到明 是說你是用 你不應該採取一些不必要的手段 去搞亂了一個人流和貿易 但是現在我們正正是面對著疫情 是有機會擴散 第一 人全人已經確認了 第二 我們也都見到 是可能有機會是沒有病徵到處走 第三 我們見到中國 無一行免所有省市都有 還有第二大感染省市 或者確診省市在我們旁邊 那現在你採取的六個措施 或者你封了六個關 甚至一半航班 我們也都不見到很有效 再加上WHO有這樣的決定 已經將它為一個emergency的情況 再你自己都將它擺在你自己的 prevention of disease ordinance那裡 為什麼你不採取一些更加適切的行動呢 上星期世衛都沒有將它擺在一個緊急的情況裡面 但是昨天已經改變了 但是到今天我們有的東西是什麼呢 放長一些假假 公務員又放長一些 學校又放長一些 究竟是因為真的怕交叉傳染我信 但是公務員再放的 是不是因為它已經不夠口罩 是不是因為沒有口罩 它叫少些人出街 所以連工都沒有得回 就是我已經覺得那個 那個我們香港的特區政府 和林鄭還在這裡跟你爭 究竟封關了 是不是什麼都不能進 是不是烏鷹、蚊、聲音都不能進 就是你到今天還要和記者在那裡吵 吵架在那裡鬥嘴 林鄭你有沒有看記者會 林鄭你有沒有聽人說話 林鄭只是聽到她自己想聽的東西 她從來沒有聽過真正專家說的東西 她看看現在地方怎樣對我們 好像剛才譚文豪都會說 現在我們香港變成出口 出口帶菌者出去 人家當然是封我們 你未封自己人家已經封你了 你再不封自己 不用你自己封了 人家封了香港了 好,譚文豪